來 好了好了 他坐下來了 現在是我 不要再謝龍介了 來 這個 憲兵指揮部 告訴我們說呢 我們只是因為 2018年逮到一個禿頭啦 這個禿頭禿後 讓人射誘 剛好也是匪諜 所以呢 我們就呢 用這個禿頭的形象就幾顆啦 有沒有 這個 用他的形象呢 當成這一個 劇中 這一個被抓起來的形象啦 我比較好奇啦 我比較好奇 我們的民進黨號稱 保密房檢很厲害 對不對 號稱國家安全滴水不漏 過去這幾年 只有抓到這一個匪諜喔 只有這一個嗎 應該還有其他的吧 還是抓到了十個 十個都禿頭 你就抓了這麼多個 好巧不巧 好死不死 你偏偏要選一個禿頭的 其他都沒有頭髮 你不能選一個有頭髮的 為什麼一定要選一個禿頭的 不要拗啦 真的不要拗啦 你要說沒有頭髮 那我們這個 蛤 對不對 來 王定宇講了這個 對不起啦 這個議員 有點像耶 你們的這個 他這裡有一點頭髮有沒有 你乾脆說你是乾脆黃柏林 做的好了 好不好 各位 你們覺得這個隱色性強不強 大家憤不憤怒 憤怒要用什麼來表達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 把票吹出來好不好 好 大家知道軍人做什麼 保衛國家對不對 軍人是不是應該要行政中立 是不是應該要跳脫政黨政治 但是軍人捲入了其中 你覺得他們應不應該出來 向全體的國民來做說明對不對 這種馬屁文化 我們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各位剛剛我們帥哥主持人說 什麼巧克力是誰在當總統的時候 那發生的這件事是誰在當總統的時候 那為什麼國民黨當總統的時候 都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要政黨輪替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更努力 這個地方是我們三明區頂金保安宮 那旁邊就是金石虎 我跟大家報告 今年六七月發生登革熱最流行的時候 我們的市長親自帶著他團隊 來到金石虎附近 好多次來親自巡視 每一個下水道 每一個上面的漏水頭 甚至有一些樹洞有積水 市長都親力親為 當時還出動了空拍機 去把每一個可能積水的地方 都把它檢查出來 我要提到的是 從來沒有一個市長 能夠親自的走下來 一個一個地方看 到每一個地下室去巡 去看每一個下水道 這樣的市長 我們想要鼓勵一下好不好 一個市長最重要 就選對他的幹部 也就是他的局長 他只要選對人 充分的授權 他的事情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們看到了 在很短的時間 就把疫情控制住了對不對 那這中間當然發生了一個預算的問題 當時氣爆發生 當時高雄的地方委員在罵 當時的馬英九政府罵什麼 他說為什麼你給錢給這麼慢 那後來行政院長用什麼給錢 第二預備金很快就下來 那這一次為什麼我們的預算 申請的很慢 因為他要用各部門各局處的補助款 誰可以借我一支眼鏡 最好是這種金邊的眼鏡 誰可以借我 他眼鏡太帥了不行 蛤 我看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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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這個借我 沒關係 不是我要戴的沒關係 不是我要戴的 來 為什麼我要戴眼鏡呢 因為我要給陳莉娜 來 你幫我掛一下 我知道你想要影射我 我一定要戴嗎 我沒有要影射你 你掛一下 你先坐 先坐 對對對 你就戴一下 然後呢 穿一個 沒有 批一個這種 深色的西裝外套 不用穿不用穿 你這樣 好 那你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要影射任何 我們沒有要對誰不敬 只是 只是 當你看到這個裝扮 你會覺得說 哇好像誰喔 沒錯吧 那這個咧 好像誰喔 對嘛 所以這不是影射啊各位 這根本叫做 指名道姓了 當你看到 麗娜議員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說 哇他好像 這個造型跟蔡總統有點像 對不對 那當你看到那個呢 你就是講韓國語嘛對不對 對 好啦可以還我了 好謝謝來 真是的 這樣我心裡會舒服嗎 我不舒服吧 大家剛剛可以看到我的表情 就是不舒服 對不對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小英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來高雄 但是呢他講話呢 我剛剛有先看了一下新聞 哇好酸啊 酸到不行啊 欸他說喔 高雄喔 沒有韓國語 但是有蔡小英啊 欸 不好意思呢 剛剛 剛剛黃柏林有講什麼啊 登革熱經費怎麼樣啊 連有九個 九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都沒有辦法說服中央 一筆錢直接給高雄市啊 高雄市要個登革熱經費 像個什麼一樣啊 欸 中央跟地方是要互相合作 中央跟地方是要一致性的 對抗登革熱 讓人民能夠安全的生活 對不對 但是 他把人民當成工具欸 大家有沒有發現 想要給你錢就給你欸 不想給你的時候呢 他就一段一段的給你臨池 等到登革熱呢 高雄市已經說 唉來不及了 趕快用玉備經好了 他才等到登革熱快要結束了 他才再給第二筆 大家知道嗎 是這樣在臨池高雄市的市民欸 他是這樣在對高雄市的市民欸 還有一個人 就在總統府裡面當秘書長 這個人以前是誰啊 他怎麼對我們 他怎麼對我們 大家想想看 走了以後啊 留了3300億啊 禮物嗎 負債欸 每一年 高雄市的統籌分配款 來到高雄 26億 是什麼錢 給銀行的利息錢 這誰留下來的啊 他送我們的大禮啊 大家想想看 26億可以做多少事 今天26億拿來做雙語 拿來做雙雞 拿來做我們的老年長照 綽綽有餘 劉四方在講話 大家會歡迎 我感覺說 喔 你們歡迎很大聲耶 心有所感啊 是不是 這次 就是 我們11月11日 我們要投票 這次投票不再投票了 好不好 這次我們要正確的投票 做正確的選擇 這樣好不好 好 就不理想啦 市長也不會有人做啦 不過你們今天看見 好像是市長不在了啦 好有機會啦 好有機會啦 我沒有市長不在了 不然有機會啦 我們一起來拚 我們自己來拚 我們拚我們 台灣最好的散業聚落 跟高科技聚落 在這裡好好不好 好 雖然說我們去年 我們選舉選都不順 但是中央政府對高雄的支持 又是一樣 又是很強 高雄的建設 高雄要做的事 我們中央政府都全力支持 所以高雄的朋友有好心不順 還有中央團隊在做高雄的事 所以總統 旁邊就是國際 來 蔡總統告訴我們什麼 你們投錯票了 後悔了吧 下次要做正確的選擇好不好 不要投給那個 那個禿頭那一個 不行 不要投給他 要做正確的選擇 蔡總統來高雄 就是要告訴高雄的人 你們投錯票了 你們去年投錯票了 明年不能再投錯 你們有覺得你們投錯票了嗎 沒有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講呢 沒有啊 為什麼他要這樣講 因為你們就是他 我要怎麼樣的羞辱你們 我就怎麼羞辱你們 今天高雄是 百分之一百都投給韓國瑜嗎 今天高雄是百分之一百都支持陳其邁嗎 沒有吧 原來不支持我支持的人 就是投錯票 就是做錯決定 這個邏輯通嗎 什麼叫民主社會 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嘛 我不喜歡但我尊重你嘛 但是民進黨的邏輯叫做 我支持的你不支持 你們就是投錯票了 你們就是做錯決定了 這就叫做 侮辱高雄人對不對 各位 我們去年有沒有投錯票 有沒有投錯票 過去二十年 民進黨在高雄直戰二十年 留下了什麼成績單 第一 公共債務超過多少億 要付利息的超過三千億 我們的人口本來高雄是 台灣第二大都市對不對 我們去年前年已經被台中超越了 我們的人口變第幾名 第三名了 接著去年的8月31號 下了一場大雨 高雄市多了多少天坑 五千個 大家都心裡非常的清楚對不對 還有更驚悚的 有車子掉到洞裡面對不對 讓我們出門都心生恐懼 有沒有 所以我們是不是透過選票給他翻轉對不對 所以 選出了韓國瑜當市長 我說我在韓國瑜身上看到什麼 就是他重視教育 非常重視教育 我跟大家報告 柏林是科丁 什麼叫科丁 就是Coding 培育科學園丁 在去年 高雄市一年只能推三個班的科丁的社團班 我們到今年到現在為止已經完成了186個班 186個班有5千個高雄市小朋友 免費學習到科丁教育 有一半是民間的人士 我們讓科技教育在高雄能夠生根 這樣好不好 因為這樣我們的孩子才能夠跟世界接軌 才能夠透過創造力的培養 讓他能夠透過Squatch 能夠學習到做作文 做作業 然後做完成所有的作品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市長說莫忘事實上怎麼樣 而且要不要忘記偏鄉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年 柏林跟高雄市教育局合作 要辦64班的東令營 這64班裡面我們在辣馬蝦 我們在茂林 我們在任何的偏鄉 我們都會開班 為什麼 要讓高雄市的小朋友 可以學習到最有效的資訊 直接跟世界接軌 這樣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高雄市的教育局 給他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 透過資訊教育 翻轉台灣翻轉高雄 好不好 好 來 等我一下 我拿一個那個 夾起來 這樣我比較好講 唉 真的 這個照片我真是 越看越有感 好 你怎麼怎麼打了 你要擋到 擋到是不是 好 那我去擋謝龍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也沒要算嘛對不對 我擋我自己可以了吧 好 來 我覺得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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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人 應該是我們吧 應該是我們 對不對 對 下面這個是誰 民進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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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是政府 政府就是要幫人民做事嘛 所以我們要逼著你去幫我們做事不是嗎 對 但是民進黨 等到兵啦 唉 現在我是老大 你票投給我 你就聽我的 我不喜歡 你就不能做 我說你失敗 你就不准成功 我要壓著你 你就不准翻身 倒過來啦 角色倒過來啦 很奇怪啊 你聽聽蔡總統講的話 對 我們都說 人民是政府的老闆 但很顯然 蔡總統覺得 我是你們的老闆 你們沒有支持我 你們沒有投給我 就是你們的錯 我們要用聲音 用行動告訴政府 不管是誰執政 請你搞清楚 這個關係 我們在這裡啊 這是人民啊 政府在這裡啊 政府要幫人民做事 不是人民必須 臣服於政府之下 對不對 對 哇 梅雅議員好久不見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梅雅 剛才啊 我看這個 佑正喔 他為了這張圖喔 非常的憤怒啊 跟抱不平 當然 每個人都生氣 今天 如果 真的有所謂的 共諜案 蔡英文不是說 他充分的掌握之中嗎 抓起來嘛 你說那個叫王力強的 抓起來啊 你為什麼 不說清楚 用影射的方式 還動用國家的錢 你 我的納稅錢 拍這個片子 然後來跟全台灣的民眾 影射說 韓國瑜有問題 一個國家的總統可以這樣做是嗎 可以 今天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現在影片中 他們影射韓國瑜 未來 未來 被打趴 不敢講話的那個人 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我們的下一代 跟各位鄉親報告 我最近在地方上拜訪的時候啊 有好多的這個 阿姨啊 跟叔叔們跟我怎麼說呢 她說 妹仔 我跟你說齁 你要把 我絕對支持你的 我會到你告選團 你也要跟韓國瑜市長說 我挺他的 我挺挺挺他的 問題齁 他們現在都不敢說 他說所以拜託 你如果剛才韓國瑜市長幫我跟他說一下 我都很挺挺的 你看看 他說啊 你看最近的電視啊 每一台 鋪天蓋地的在對韓國瑜做什麼 人格抹殺 有沒有 每個想要從政的 他就是有理念要為這塊土地做事 但是我們看到他怎麼樣 他們對韓國瑜全面的抹殺 在座的各位鄉親 用我們的選票 捍衛我們的高雄 捍衛我們台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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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